他可以在梦中做实验 醒来后将梦中得到的数据记录在笔记本上 跨世纪的发明交流店就这样诞生了 他就是最接近神的男人 尼古拉特斯拉 他曾经说过 他的一切灵感都来自于梦中 可当他慕名去爱迪生的实验室应聘时 而爱迪生只给他开两块钱的工资 看到推荐函上写着特斯拉是能与他媲美的天才 他就敷衍地说 因为如今的特斯拉只不过是小有名气的天才 而爱迪生早已是公认的发明大王了 他发明出的电灯不仅让无数商人趋之入伍 更是得到了总统的接见 因为这项跨时代的技术意味着通天财富 所以他对致力于交流店的特斯拉十分的不懈 甚至在特斯拉解决了很多难题后 却没得到属于他应有的报酬 而正是因为特斯拉的出走 彻底让爱迪生后悔一生 彻底输掉了电力之战 其实爱迪生的电灯一直用的是直流电 因为交流店的高压一不小心就会让人丧命 而低压的直流店任人触摸都不会有威胁 一直标榜发明家的他从不做害人的东西 这是他一直以来奉行的原则 甚至当总统用500万收买他 让他去研究大杀商力武器时 都被他一正言辞地拒绝了 不是他不在乎钱 而是他对民生有着疯狂的偏执 但他的直流店有着很致命的缺点 仅仅装了87个客户 就需要埋下10万尺铜线 电流就像打劫的水管 每一公里就需要一个直流发电机 通俗的讲直流电源就是一个巨大的电池 这样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 普通人根本就用不起 而一个叫维尔丁豪斯的富商也发现了这个缺点 其实爱迪生寻求投资的时候 豪斯也曾亲自去车站迎接他 可高傲的爱迪生没有让司机停靠 留下尴尬的豪斯和妻子 在站台上喝冷风 因为爱迪生选择了更富有的首富 可当他准备向全国推广时 却发现竟然有人截胡了他的研究成果 原来是被爱迪生拒绝的豪斯 转头买下了海勒姆的灯泡砖里 用更省钱更方便运输的交流电作为电源 在农村架起一个个电线杆 让穷人也能用得起电灯 这让爱迪生十分的恼梦 这不仅是爱迪生和豪斯的争动 也是直流电和交流电的交锋 特斯拉劝说爱迪生也换成交流电 而且他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了 但爱迪生却不仅嘲讽他异想天开 还在记者面前诋毁交流电是害人的东西 而豪斯却不以为意 因为事实胜于雄电 交流电比直流电好 这是不争的事实 爱迪生起诉他灯泡的螺旋底做侵权 豪斯就让工程师设计出新的接口来规避 但交流电只能用于电灯 始终无法用在机械上 缝纫机刚一通电 马达就爆炸了 不过成本更低的交流电 还是让爱迪生落于下风陷入颓势 他最爱的妻子也在这时重病离世 他发明的留生机成为了他怀念妻子的唯一方式 而这时小助手告诉他 芝加哥的博朗会快要召开了 博朗会将是他们最终的决战 他和豪斯谁能争取到照亮博朗会的机会 那就意味着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在爱迪生一筹莫展时 一个路人提醒了他 于是他召集记者用3000伏特的高压电 电死了一匹马 用来充当交流电害人的证据 长到甜头的他周游在全国各地做实验 猫狗猴子 大象山羊家猪 各种动物都成为了他实验的牺牲品 这引起了急行委员会的注意 他们找到爱迪生 让他设计一款用电的死刑刑剧 因为绞刑处死的景象太不人道 不是窒息而亡 就是残暴的断头 而那匹被垫死的马儿却那么的瓶颈 爱迪生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毕竟他的原则 就是不会发明有危险的东西 在他的眼里 马和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而离开爱迪生独自创业的特斯拉接连被骗 自己的专利不属于自己 自己的公司被别人抢走 男人感叹地说 你就像是一个外星人 但爱迪生只有一个 你只不过是一个外来的移民而已 推动世事的真正力量 不是什么电流而是金流 但男人却不知道 他手边的模型 就是大名鼎鼎的特斯拉线权 豪斯的工程师法兰克林 看不惯爱迪生玩脏的 就提议豪斯也可以玩一些脏的 豪斯却自信地说 我爱得了纵 但我无法忍受公益不惊 而这个工程师却因为操作不当 成为了第一个被垫死的人 这也成为了压死交流电的最后一根稻草 爱迪生的直流电迅速地侵占市场 豪斯也被迫准备将自己的公司西屋垫起 以500万的价格卖给爱迪生的老板 妻子伤心地说这不是你的作风 他失落地说时间会改正爱迪生的错误 这让妻子很难受 于是鼓励地说 你会被世人冠上莫须有的恶名 但无论别人怎么批评你 但你绝对是个好人 这番话让豪斯幡然醒悟 他走进工厂对着工人们演讲 进步不能被不幸打倒 爱迪生在每样东西上刻上名字 是因为他惧怕遗忘 但想不被遗忘很简单 那就是让世界变得比原先更好 他只是一个江湖术士 他利用平民的恐惧 是因为我们的交流电系统更好 也正因如此 西屋电器是不会倒下的 爱迪生的老板是一个逐利的商人 他直言不讳地对爱迪生说 如果你无法打败豪斯 我将考虑和豪斯合作 面对压力爱迪生打破原则 答应了帮助急行委员会制作电信新剧 不过他要求他的名字不能牵连进去 信件也要越后几分 但男人却将信件收藏了起来 很快第一个电影就面世了 并且他无耻地出庭作证用电行刑是可行的 用自己的名气优势 将豪斯的西屋电器和交流电造谣成邪恶的东西 令人讽刺的是 人们簇拥着爱迪生 让他在第一个即将被实施电刑的人背后签名 好在豪斯通过记者的帮助 窃取了爱迪生的信件 将真相公之于众 爱迪生的口碑瞬间跌入谷底 豪斯再一次占据了上风 小助手说我们现在只有更换交流电系统 才有可能反败为赢 但固执孤傲的爱迪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小助手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打破了爱迪生一生的骄傲 而豪斯这边找到了落魄的特斯拉 他欣赏特斯拉的才能 更震惊于特斯拉的才华 因为特斯拉现在已经在研究用瀑布发电 研究无线输电的可能性了 尽管其他人都认为特斯拉是异想天开 但豪斯还是用百万年薪邀请他 为自己赶尽交流电马达 不过他始终认为 自己窃取爱迪生的信件是可耻的 但妻子却说无论如何 你都是光明正大的 就在博览会竞标时 爱迪生的老板因为爱迪生的名声受损 就将公司名字中的爱迪生三个字删除 这直接击垮了爱迪生 因为他毕生的追求是名锤千古 是让爱迪生这个名字和电流成为同一词 老板的这个决定让他彻底失去了这个机会 竞标会上 爱迪生只是让小助手替他出席 他在评委面前说尽职流电的好处 说尽交流电的弊端 而豪斯却只说了一句话 最后这场竞标豪斯 毫无意外的获胜 被交流电所点亮的博览会 宣告着这场电力之战最终的胜者是交流电 毕竟真理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输掉电力之战后的爱迪生发明的放映机 开启了辉煌的电影时代 而特斯拉打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座 依靠瀑布发电的发电所 为此后大规模配电奠定了基础 但一生中负债累累的他 独自去世在纽约的一所酒店 没有人能有资格来定义他们的是非公共 因为每个科学家都不是完美的 这不是饭圈 这是人类对未知的探索 无论如何投身科学的人 天然就带着正义性 因为他们是在造福人类 是在为真理而战斗着